有沒有可能10900已經成為短信的過往營煙了呢 好 其實以目前這樣的架構來看 我覺得還是處在一個橫盤整理 因為第一個 其實今天的一個開高走低 第一個跌點來說也不算高 第二個 下檔還有月線的一個保護 因為畢竟月線目前扣底的位置 還在這個低檔區 原則上它還是具有一定的支撐跟助長的力道 再加上過去連線我所談到的 大概目前的一個箱形整理區間的下雨 大概抓10800這個整數關卡 其實在過去這兩週以來 其實都還沒有做一個跌破 那上檔的壓力當然還是在11000這個心理的關卡 尤其在今天的一個回撤 當然中小型股 甚至有些先前可能漲幅比較高的 原則上今天壓力比較重 不過我認為從台積電的一個創高 然後再從撐指數 那台積電的創高我覺得當然也可以從這個面向來解讀 因為畢竟它是半導體的龍頭指標 那台積電會好代表說未來的接單 甚至是說在整個半導體的景氣應該是不會太差 所以說我覺得在今天來講 可能在台積電撐盤之下稍微在一些個別股 有些籌碼中洞 甚至是說在這一波以來已經漲了快兩個月的一個反彈格局 這種效應之下或多或少這種引發的一些獲利的一些賣壓 剛好在今天盤中都有現出來 不過慢慢的走到這個中場過後 感覺行情有比較稍微的一個指紋 也就是說沒有像早盤的突如其來殺了這麼多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對於現在的格局 還是抱持著一個比較震盪整理 然後以個別族群表現為主的一個態勢 好不過玉堂提到了台積電 今天就是大家都在看台積電跟大盤的聯動 台積電在今天是創歷史新高價 在剛剛還一度上漲了將近四塊錢左右 但偏偏台股的加權指數在今天 十日均線還是沒有辦法站穩 依照以前大盤跟著台積電走 那如果台積電創歷史新高 接下來跟大盤將怎麼輪動 恐怕會被大盤給拖累 還是這個大盤將因為台積電的創高 不但相對有稱 在之後還有機會再挑戰前高呢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畢竟以目前外資的一個籌碼來看 還是相對有利多方 持續的一個加碼 在整個業績接單上 尤其在第四季的一個展望性 應該市場上看法都是普遍樂觀的 尤其業績在八月份來到清議員的關卡 所以如果順著這樣的邏輯 外資持續回補台積電 那再把指數往上推增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相對來說是更大的 因為畢竟台積電這樣子權重更多 你可以看到今天盤中上市規加起來的下跌加速 這個超過1000加 結果今天也不過跌21點 你看一檔台積電撐盤就有這樣的效果 那如果說到接下來 我預估可能在10月份過後 一些營收財報公布出來的一些 叫業績行情表態之後 那台積電能夠續漲 那一些業績不錯的個別股 順著整個基本面的行情衝高之際 或許在這個地方 你說再去挑戰這個1萬億的關卡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好 所以今天看起來 台積電已經先創歷史新高了 過去的台穀聯動跟台積電 台積電是馬首是瞻 所以接下來聯動 玉堂市比較看好 連台積電都創高了 這台穀第四季就有機會 持續走一個多頭的行情 那我們來看資金將怎麼動 今天跌幅比較重的 其實是在一些以中小型為主的貴買指數 這個禮拜跌勢相對的比較大 可以理解因為寂寞了 包括法人要做一個結帳 那今天看起來 包括了IC載版PCB族群 我們先來看 漲多拉回來的 每天都來檢視一下 這籌碼鬆動的疑慮還存不存在 玉堂今天看到高檔拉回的 像星星跟金像店 都是出現了日K連黑 那外資已經轉賣 這是令人比較擔心 這籌碼有沒有鬆動的疑慮 包括了6153的加聯益 還有5469的漢宇博 這外資在昨天都已經轉為賣超 已經開始出脫持股了嗎 怎麼看高檔拉回的PCB族群 沒有錯 這個地方 或許真的要稍微謹慎一點 因為當然加聯益昨天是外資第一天賣 還不確定這個賣是不是會持續 不過今天一度就回撤到時日線 甚至在9月23號我覺得那根比較關鍵 因為那天加聯益是爆大量 當天還拉到漲停 那天紅棒的低點是35塊8 那以今天來看是還沒有失手 原則上先不用太過刻意解讀 但是昨天的外資的轉賣就要稍微去留意 這個是不是有點資金轉向 因為最近的PCB好像有點高檔拉不太動了 剛剛談到的金像電也是破了月線之後 尤其今天還一度差一點要回撞季線 那前一波也是被整個PCB族群拉升上來之後 但是有點後繼無力 那比較強勢一點的類似像是藥滑 當然股價還守在這個高檔平台整理區 還算OK 不過你可以看到2313的滑通也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這一波的這個月線在今天也失手 所以我們大概掃了一下前一波比較強勢的PCB 其實技術面的型態多數都有點這個稍微拉回 甚至休息的一個趨向 而且以滑通來看 這個投信也連兩天都賣了將近快3000張 外資昨天是小賣700多張 不過當然在這個地方會稍微解讀 是不是漲多之後法人有先獲利下車 那是不是轉到低機期的 我覺得有這樣的味道 剛剛駐華一開始有跟各位帶到的被動元件 這個國具外資一天買了3000多張 2492的華星科昨天外資一口氣買了6000張 當然在這兩天被動元件的消息很多 當然談到一些5G的應用等等 那我過去也聊到當然這一類的產業的利多 其實去年都已經預料到都有反應過 只是在今年的一個市場變化比較快 所以產品跌價 當然在目前比較樂觀的一個角度 我昨天連線有談到就是說 被動元件的下游的一些庫存的水位 已經不像過去這麼多大概剩一到兩個月 所以整體來講在被動元件的部分 我覺得最大的利基性 應該還是著遠於它的低位階 當然產業的一個明確性 甚至是說產品的漲價上 目前可能還不是這麼穩定 不過既然低機期市場的資金 願意去追捧的話 或許短線上它還是有反彈的空間 好 短線上有反彈的空間 短線操作上怎麼樣來因應 我們先來看到被動元件的確 昨天上漲今天續揚 因為有外資在做靠山 我們來檢視一下 外資在昨天對於被動元件的操作策略 昨天外資有買的被動元件 包括了在信昌店 是昨天外資加碼的 國劇現在傳出在下半年也看好 也是昨天在外資相當積極買進的一檔個股 剛剛講到2492的華新科 昨天也外資開始積極的敲進 三大把人都在買 所以今天站上季線的 除了華新科之外還有信昌店 信昌店也算是在被動元件當中 價位相對比較低 不像國劇還有華新科 都是已經超過百元俱樂部 這些外資在買站上季線的 裕堂可以跟著外資做嗎 你剛剛提到短線反彈 如果按照短線的操作邏輯 要怎麼樣來進行操作策略的安排呢 好第一個我認為是可以先順著 法人的籌碼做布局 因為昨天的一口氣的罕見大買 是過去比較少見 第二個我們舉例以華新科來看好了 其實這一波融資沉澱之後 當然我覺得有利於整個主體的態勢 那如果說搶反彈這種順著這個外資的操作 以華新科來看 第一個昨天的一個紅棒 視為一個發動點 那今天直接跳空又越過了年線跟半年線 原則上我會以在今天的一個缺口 作為一個多方的觀察 那以年線跟半年線這個支撐 作為短線的一個進出場的參考 當然你比較積極一點的或者是比較保守一點的 或者你可以等五日線拉起來之後 再行去做一個承接 這樣也OK 那另外整個統計長像是這個信倉電的部分也是一樣 今天的量預估應該是會超過昨天的量 那以目前來看這個量增價一樣 是蠻標準的一個底部攻擊的一個形態 那我也會抓這個在目前大約今天空方缺口的下緣 甚至是說在這個季線左右的位置 作為一個初步上的一個短線進出場點 那國際來說是反彈力道就比較弱 因為季線都還沒有做突破 那既然是順著法人的操作去做一些這個疊勝反彈的操作 原則上先選比較強勢型態的個股去做一些選擇 就像剛剛談到的這個華新科信倉電能夠率先突破季線 甚至像華新科是突破了這個半年限年限所有均線的反壓 可以視為在被動原件這一波的領長股 大概這兩檔個股可以做為後續性的一個觀察指標 好 今天當然有一些資金除了跑到了這些相對比較低檔的 還有之前的主流 先掌握拉回修正 今天終止日K連黑的散熱模組當中 超重以及雙紅 超重是在這個禮拜把季線跌破 如果在今天要拼拼看能不能站回來 融資增加的速度相對的是比較快的 雙紅 雙紅終止日K連三黑 這一波高檔拉回來 季線守得非常穩 連碰都沒有碰到 好 如果說散熱模組之前已經成為人氣的焦點 創高之後拉回來 甚至像雙紅今天月線都還游手 還有沒有機會再發動呢 一趟 目前來看似乎有這個轉強的一個味道 原先我在談這個散熱的一個部分 還比較擔心是不是把人籌碼的一些鬆動有轉落的疑慮 不過最近外資加碼之後 像雙紅的部分 前一波還有在公道波段高 尤其在今天又收了下影線 看起來是已經有經過了換手之後 投信賣外資接走之後 這個籌碼面已經有質問 那6230的一個操縱 當然在昨天破季線之後 不過今天收了下影線 投信當然也沿路賣 如果說今天的下影線確認 甚至接下來兩到三個交易日 能夠在帳上極限之後 這個應該是說轉強應該可以獲得確認 那3338的泰塑也是一樣 也是在橫盤整理的一段時間 外資轉賣之下 不過這一波的橫盤整理區 並沒有跌破 只不過在被動元件的部分 有一些這個所謂的籌碼面 稍微比較凌亂 甚至是融資比較高 我覺得這要留意 因為你看 像泰塑的部分 融資的使用率是高達了63% 已經是非常的多 那今年以來 股價已經漲了三到四倍之多 所以在這種高融資的個股 有時候像類似像今天 這種盤中出現擊殺 甚至有一些籌碼衝動之下 比較會擔心這種高融資的個股 一旦籌碼有時候鬆動 多殺多的賣壓 有時候湧現會比較快 雙紅也是 它的融資的使用率高達了63% 這一類是我在目前觀察 這個被動的散熱族群的部分 比較稍微擔憂的 因為股價 從如果抓低點來看 像雙紅從去年的低點45% 漲上來 股價都漲了四五倍 那融資圓這麼高 萬一日後盤是稍微震盪 比較不穩之際 這種比較高融資的個股 在操作上是要稍微留意的 好 當然高檔拉回來 哪一些籌碼已經鬆動 但是哪一些 或許只是因為漲多了 那不管是法人也好 主力也好 趁機先獲利了結一波 接下來還有動能 裕堂幫我們檢視一下 低院族群 美光對於營運的展望 比較保守 預估在接下來 2020年度的這個第一季的 每股獲利可能會比上一季 減少17% 這是不如市場預期的 所以昨天股價在盤後 重挫了將近7% 今天美光的合作夥伴 南亞科下跌了3.9% 華邦電股價到目前為止 跌幅也超過了1.6% 還有記憶體模組的威剛 威剛甚至日K連黑 在今天把季線給跌破了 但是我們從籌碼面來看看 有沒有保護傘在 像南亞科跟華邦電 居然連續的拉回來 外資都還站在買邦 如果外資還在買 續報是不是就是安全 怎麼看今天 三黨低潤族群的表現呢 好當然這個來自於 美光財報的利空衝擊 不過第一個 就這個財報面來看 當然反映的是 過去不如市場預期 不過我們看的是比較 後面的一個表現 因為畢竟記憶體來看 經過了算是一年多的整理之後 其實整體市場上的一個 應該說供需狀況 有慢慢好轉 再來其實南亞科 你看這個外資的籌碼 在過去買了3個月之久 那投信是9月份 也比較積極的站在買方 當然今天受財報利空衝擊的下挫 不過原則上我覺得 形態上還沒有破壞 第二個如果外資也沒有出現 這個所謂在今天 這個轉賣之後 我認為應該是 這個財報畢竟比較反映過去 有時候看的是未來 所以我覺得衝擊性 我初步的解讀應該是 短線的利空 因為你看像今天的旺虹 這個衝擊性也沒這麼大 因為如果說是真的 代表整個記憶體產業不好的話 其實不僅是美光供應鏈的回撤 我覺得應該是整個 記憶體的族群都會轉落 所以我覺得南亞科 主要是因為跟美光合作密切 那旺虹的一個部分 其實你看業績的展望性 當然前一陣子法人的報告 有些是給予比較更樂觀 那當然我覺得旺虹來講 有來自於任天堂的訂單價值 當然市場傳出來任天堂 這個新的這個所謂 應該叫Light版的機種賣不好 不過我過去有跟各位分析 Light版版不好 但是旗艦的Switch的這個機種 我覺得賣的應該會不錯 因為以價差或者是 玩家的特性來看 它還是有它的市場存在 那再加上整個法人的籌碼 原則上在記憶體的部分 還是比較有利於多方 雖然最近旺虹外資在做一些 減碼調節 不過你看它的一個技術形態 還守在十字線附近做整理 代表背後 這個投信的一個接走的力道 還是很強 所以在記憶體的部分 我認為拉回來原則上 還是可以站在買房 好 今天在拉回來 到底可以續報 還是可以更積極一點 還是要開始獲利了結 高檔拉回日K連黑的 我們為觀眾朋友整理出來 包括了剛剛有提到 星星 金像電 還有威剛今天是跌破季線的 旗虹之外 季家今天也是跌破季線的 玉堂像 威剛跟季家 今天的日K連黑 跌破了季線 短線 是不是恐怕要進入修正了呢 好 當然是有這樣的疑慮 因為季家原先 在三個加月日前 看起來還有這種突破的味道 結果日K連三 測了半年線 當然以形態來講 我覺得並不是轉空 而是說整理的時間 或許會拉的比較長 因為以季家的一個日線型 當然來看 已經打了一個 蠻久時間的底部 好 那這個半年線 我認為 應該還是有一定的支撐力道 尤其在 它在第四季的業績 我覺得應該會不錯 就是今年下半年 會比上半年 有比較突出的進步 那最近有點在做一些 內外資籌碼的換手 外資賣 這個投信接走 原則上我覺得 可能應該是半年線附近 還會有支撐 那威剛的部分 其實跟剛剛記憶體一樣 這個上游展完之後 模組產我覺得 當然也是有機會受惠 所以今天威剛測了季線之後 原則上算是 它在這一波的一個相對支撐區 那最近外資的籌碼 九月份開始 還有小幅度的偏多 那原則上我覺得這一類 比較是說法人有在鎖定 然後外資持續站在買方的 類似你可以看到 像是這個做光通訊的2485 趙賀也是 然後下面也可以放外資的進出 趙賀也是日K連四黑 但是你看到 在過去這幾天 外資是連續性的一個買進 外資連八買 當然這一類的個股 其實趙賀也是反映 未來4K 8K的商機 整個電視盒 它會有一波的升級汰換需求 那類似像這種型態架構 外資連買 但是日K做一個量縮拉回之際 只要它的一個多方型態 還沒有破壞的話 我認為原則上拉回是可以站在買 好 謝謝玉堂 今天有一些